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句话表明心意,我自己的人,我自己护着 在有匪中,谢云这个角色命运相当坎坷 他虽然出身帝王家,但现如今只是个孤苦无一的前朝遗孤 年少时愁愁满志,想要拯救黎明百姓,却不小心中了透骨青之毒 对谢云而言,周匪就是他生命中的光 如果没有遇到周匪,谢云说不定仍然四处漂泊,如同一株无根的扶平 虽然谢云时日无多,周匪也不打算放弃 他不但四处奔波,帮谢云寻找药材,还将谢云带回四十八寨 进入四十八寨那一刻,周匪便命令守卫看住谢云,不让他离开寨子 这满满的占有欲,跟周女侠的气质完美契合 周匪和谢云情比金尖,但在当娘的李锦荣看来 女儿是在走一条不归路 他并不赞同周匪跟谢云谈恋爱,理由有三 一,谢云身世复杂,跟海天一色牵扯不休,还涉及到前朝 他不希望女儿烫这滩浑水 二,谢云身中其毒,命不久已,周匪若是嫁给了他,迟早当寡妇 三,自从认识谢云之后,周匪吃尽了苦头 尤其是这一年来,周匪四处找药材,好几次遭遇险境 作为亲娘,李锦荣实在不忍心看女儿受罪 李锦荣的顾虑周匪都懂,但他心意已决 只要谢云活着一日,他都不会轻言放弃 最后,周匪用一句话表明心意,我自己的人,我自己护着 这应该是周匪说过的最浪漫的情话了 这句话成功地说服了李锦荣,他也年轻过,也尝过爱情的滋味 既然周匪已经决定,他也不再阻拦 现如今,这部剧已经进入收官倒计时 谢云也即将使出第三次推云掌 接下来的剧情会越来越越,让我们一起追剧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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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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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